由全国旅行社协会举办的为期三天的旅游展将在今天落幕 主办方预计头两天的旅游展吸引了约64000人次 比疫情前的2019年还要高出超过一成 共有超过50家旅游业者参与了这次的旅游展 尽管旅行配套价格比疫情前平均高出20%到50% 却丝毫不影响国人出国的性质 最受欢迎的旅游目的地主要集中在日本、台湾、希腊等地 协会表示国人如今会同更多亲友一起出国 尽管边境开放但仍存在疫情的不确定性 业者也观察到有更多原本习惯单独出游的旅客 开始选择跟团旅游 全国旅行社协会以及旅游业者也对下来的旅游前景 抱持乐观态度 同去年8月的旅游展相比 这次访客量同比已高出近一倍